请来终身承受者得主重量级的嘉宾 金宝导演大哥大 我们问了些东西 真是细说从头 七小福说了一堆 补充我们这些外人不知道的资料 刚才会讲到李小龙与导演的关系 你带了一些资料 刚才讲到第一件事 因为网上经常听到大哥讲故事 就是说你与李小龙交手的经历 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因为后来他找你去拍《劳僧虎斗》 大家都看到出镜 后来有些《方家流传》李小龙的《筆记》 有写着《沙无》的名字 写着《沙无》的名字 写着《沙无空》还是《红金》 《沙无》 就是《沙无》两个字 《沙无》两个字 在《五层塔》里 预计他有份一起上塔去挑战 原先的故事是有《田俊》、《解缘》 有这些角色 《筆记》有《沙无》的名字 我又想好奇问一下 第一次就应该合作去做《龙僧虎斗》 其实《死亡游戏》那时候有没有叫你去 他一起去做这个电影 还没拍之前 他跟我说过 他有个角色给我做 我说好啊 但等了个两年就可以了 你又没有付钱我 要我等你 要我等你 但不知道你再什么时候拍 我就去做了其他东西 做了其他东西 接着他又拍 我就拍不到那个角色 接着他就很生气我 后来我说过 后来才拍《龙僧虎斗》 即是没有正式拍《死亡游戏》 但就是《龙僧虎斗》 因为好像拍《龙僧虎斗》 死亡游戏拍停了 停了就拍这部 拍《龙僧虎斗》 后来他就请我过去拍 还有我拍完之后 我很不舒服很生气 我拍了两天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计算 怎样看《龙僧虎斗》 他给我200元一天 我还差过突弱 我拿不拿好呢 真的很想不拿 但你不拿 你占一笔也没有 拿了八笔也拿 拿完先 我也没说也没办法 拍完之后 送我走 我就走了 那为什么 照计不是导演去决定片酬的 制片这些全部 那时候是美国导演来的 这个是 不是 这场是他导演 你做自己拍的 但很多时候都是 你做剧舞 你敢不敢自己说给一套剧舞 你一定会给多少钱 你一定会这样说的 是 不过我又好在我又不舒服 但我又 算了 我又不会说真的 算了 但后来《死亡游戏》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无疾而终 拍了几场 拍了几场 就走了 但在家和保戏的时候 《死亡游戏》 保戏的阶段 你有没有帮忙吗 有 我拍的 是吗 是 所以呢 其实李小龙一早下了 你跟我拍《死亡游戏》 就是后面 后面那一段 可能是 可能是 原份是这样的 最难是什么呢 保戏《死亡游戏》 找很多剃身 唐龙 那些韩国仔 很多 要想到 袁彪 唐龙 拍那部剧的时候 本身《死亡游戏》 有没有完整剧本 有没有完整剧本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电影 因为他们拍的时候 我根本都没有位置 他们停下来拍《死亡游戏》 我怎知道 后来我进来的时候 李小龙已经走了 那我又補回他们拍的电影 我去補回他 刚才我又補回了问题 我刚刚昨晚跟另一个《死亡游戏》 欧锦唐通电话 他又想问大哥 他说 当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令你很尴尬 穿着《死亡游戏》 没有尴尬的 我们是演员 你叫我带胸围 我都不尴尬 你导演需求的 就做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 我在这个频道也提过 我其实真人见过 导演看到大哥 就是一套面猛心脏 吴耀翰做老板 黎鸡做监制片 在应该虎山道的片场 有个三角擂台 你又不是穿这个SPEED 你又好像日本双破手 揽了一条片在那裡 那个也不尴尬 这个怎样尴尬 我记得那场是和韩国才打的 我记得 当时的武术指导也是你的 但是这部电影是麦家 对啊 所以我怎样大引下来呢 因为 其实在你拍《三德和尚与中文录》之前 其实是否已经和麦家、石天 这班人混得很熟呢 算计算计算 因为我 不知怎样的情况下 认识到麦家 不知怎样的情况下 认识到吴耀翰 那时候我们叫他总裁 他那时候拍的电影 我完全去帮忙 是吧 完全去帮忙 你如果不是麦家和吴耀翰 懂得做《三德和尚与中文录》 我有空跟你拍这些 所以后来吴耀翰 就成为五福星之一了 凡事有跟有强 可以这么说 但是韩国才 当时因为整个七十年代 差不多是武士都能够做主角的 越丑怪就越容易做主角 所以被最大的成龙 被吴耀翰终于做主角 但是《三德和尚与中文录》 这个缘分 应该是哪个导演提议你去做导演的 是王峰 还是谁 是王峰 是 王峰提议我做导演 接着跟公司讲 跟家和讲 是 那题材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题材好像是我决定的 但是王峰帮我写了一些 后来我叫了 好像 《司徒安》 哦 我们的前辈编辑 《司徒安》 《司徒安》 好像是他帮我写的 是 因为由《三德和尚与中文录》 譬如当时《肖氏》 刘嘉良在拍《广东十虎》 《红希冠》 那些 这些知识 或者民间的故事 这些英雄人物 你是在七少福年代 已经听到 是怎样的 你对于这个 我是 入了行之后 一路拍一路拍 就慢慢收封 收封 收封 那些 然后才看到 要找个拍 我就想 什么好呢 不是 找个民间 传人的小说 看到《三德和尚与中文录》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兽子 这个年轻 然后想 那时候还是讲 那些电传媒 讲华语国语的 是 没有广东 不喜欢广东话 不要了 直接拍广东话 哦 是 然后我就 整部制作都是用 出港东话 是 所以 一拍这部电影 我有个对白 我到现在 六十几年 我都没想到 是怎样翻译为普通话 是 你不用这么招职 遲些我做个结的理态 哈哈哈哈 你不要太交织 哈哈哈哈 太囂張了 可以了 你的招职 囂張的意思 有点分别的 不是 那个点和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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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由三德和尚 中伟路开始 当时全部都是文初片 大部分都是文初片 无论 成龙那些 射形之称手 全部 所有武师都是留长头发的 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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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和尚 我记得是 陈兴做三德和尚 陈兴是 邵氏人来的 不是 那时候已经是自由和尚 那还要带三德和尚去妓院的 嗯 因为后来我有个老友 就是过了身 林超榮 就写过一篇很详细的 去描 介绍红金宝电影特色的文章 他说其中一个特色呢 就是 他的文初片一定去鸡豆的 哈哈 是不是到处都有去鸡豆啊 不一定的 好像我拍老虎田也是有 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鸡豆吃 那些全部是拿个招式 好玩啊 不是以色情去没有这些东西的 色情就不会的 因为那时候拳头枕头 枕头就不是你们那饭的了 留下女期他们去做 但是 这个三德和尚中米路 我都记得陈兴去妓院 但是后来真的有很多文初片 都去妓院来玩的 赞先生与爪钱环 就是这个思路就找了 港东其中两个人出来 是吧 导演是不是 应该香港片场 就是片坛最早你拍泳春呢 好像是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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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最早你拍泳春 因为我听说 我看这些资料就说 你为了要拍泳春 所以你拜了黎鸡 学了半年泳春 是吧 黎英就 因为黎英就真的是泳春高手 是 是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就 有了后来永佳 黎鸡和陈芬琪做老闆 帮忙拍创业作 你就去了拍 提防小手 提防小手 就带给你的第一尊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都是我好业 哈哈 不是他们好业 是我好业 那当然了 但是黎英就和陈芬琪不得不提 原本就是做配乐 躲在邵氏 陈芬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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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去设计怎么想他 你打什么叫他打个龙营八卦 我教他打你做这个就行了 你这样做就行了 你这样做就行了 你这样做就要教他练 你都要知道他怎样栽培他 怎样去引导他去做这个 做出来是有型的才行 所以Frankie 真的都 肯定现在是多谢你的 陈芬琪 不过他就黏着大哥多些 常常帮成龙手 没问题 这只是机会而已 他刚刚这个机会 和他一齐多些 和他一齐多些 这个没所谓 是 在败家制的时候 你的洪家班 做初营已经承认了 因为有郑英在 袁彪 袁彪不属于行业 但是属于尸体 是吧 林郑英 郑英在大家仔里面 做过花旦 这就是你们最拿手 京剧 但是郑英不是七小福的 没问题 因为郑英一样是经班 我们自己经班一个班底 他是粉个花的 我那边也有唐迪 也有马老师 我们香港四个学校 大家都是懂的 大家出来 你的年纪都是做电影在一起 那我所说的 赞先生找钱 说 这个败家仔 其实都是 何贯昌加和投资的 是 但是在未正式成立保和之前 其实刚才你有提过 比如老虎田鸡 拼命 丹导 你都和麦家合作过公司 因为我经常在想 如果当年麦家 是早点为 不如我们去找雷老板 那就没有了后面 保和加和 新艺成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会不会是这样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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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完全是 我个人的意义 是朋友的关系 嗯 我和麦家一起做公司拍摄 我帮他拍摄 我帮他拍摄 然后叫家榮一起 我们又搞到公司拍摄 我家的朋友就行了 但是在这个 就是 未正式有新艺成 未正式保和之前 这个那些 就是 ABCD 就是大家混合 组合 有一两年是这样的 包括智偉 都在 那么 如果 就是 麦家 他 后来他遇到石天 他们的创业作 吴宇森帮手拍摄 那么 当时你是已经 不可以出去帮他们的了 我不记得了 不过 如果他说要的 都可以的 是吗 是的 因为一直听到 导演说 都是 真的朋友 就是 brotherhood 我们 因为我和家榮 其实来说 是 没什么合约的 是 公司是没有合约的 没有合约的 不是 我们一直很奇怪 譬如后来 我们这个频道 我就请了岑建勋上来 他就说 那我就去 就是 因为 三毛找了我 做五福星之一 那他聊聊一下 就找了他 和潘迪星 就成为德宝 那我就说 哇 家和真的很大方 明明自己 红金步 成龙应该是自己的人 为什麽 红金步还可以 去和别人 去 form 一间公司 当时 另外一个 就是很厉害了 就是 大家 老闆都很信任 你也全部是很轻滑的 很轻滑的 这个关系 我说 因为我人很谈 很谈 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 第一 我不会为财的 是 我那时候 这么厉害 最好的时候 我给人家 普通 现在红的那些人 是拿少三分之二的钱 哦 即是你肯吃虧的 我第一次吃虧 我不去争取 我要拿多少钱 我要拿多少钱 我不用 是 是 因为我们知道 何先生非常信任 你基本上 你讲什么都 言庭计从 是 因为我 又是看林昭榮的文章 他说 在家和的时候 其实你是多谢有几个智者 其中一个是何先生 他是伯乐 另外就是 你的拍档叫做王炳耀 是 是 因为你在金像奖的台上 你也感谢两个编剧 一个是Barry 一个是司徒 司徒卓汉 司徒卓汉 现在就好像在加拿大 他在Facebook经常发动 是吗 不知道他有什么是香港呢 不是香港 应该是 是远在 因为他经常批评我们特居政府 如果是香港一定不敢 如果不是 但是他属于是 很有正义感的 Barry 听说原本是搞书的 因为我们編集会 要做一个致敬王炳耀的特侵 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 找到Barry 他这么肥 又不是你们可以打的 他在我中学教过书 你中学在哪里 培圣中学 有两个很出名的教过书 一个是黄焦 一个是黄炳 一个是黄炳耀 是吗 那教书的成绩是什么 我也是学黄 我那时候还没入学 他已经走了 已经出来了 因为你那个 保皇 班底很厉害 有五马 神婚又去了 很多智囊 Barry 当然最重要的 Barry 很重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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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前天后 我们那时候 一不拍戏的时候 我和他们两个在美丽华酒店 那时候有个茶厅 是 我不知道你们是喝咖啡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茶厅 我们由九点钟可以坐到晚上 大约七八点钟 就开始吹水 想想有什么巧合 是 一路吹 吹完之后就照着这个方向去 OK Barry走了 但他回来寫一些东西给你 是你的意思 但不是你所说的东西 就是他还升华了 升华了 真是厉害 这个人很厉害 还有Barry和司徒 是两个不一样的 是 司徒 外形都不一样 他两个都 写的东西都很绝的 但司徒就比较 在人情味那边 是绝多一点的 绝一点的 绝一点 但黄美耀 他们觉得 温情味是多很多的 温情一点 是吧 司徒卓汉 我们编辑行家都知道了 瘦瘦瘦瘦瘦 心近视 Barry就是大肥老一个 但是 当然都认识Barry 我入行组 但我们听过 Barry虽然这样的新型 但他认识女生一流 那这个我又不知道 对啊 我听他们说 你不要看他 外形走出来 肥老一个 说他真是 追求女生 无数就未必 但是追求女生 就一定有两招 你就不用说 寻的寻的 会寻的 何不自己会说 这是理所当然 我们讲到黄炳耀 因为我们的编剧会 成立都因为黄炳耀 那一年突然间 和向生 华强在法国打网球 突然间过身 我们一查 原来他又没有买房子 又没有买保险 我们的编剧之间 你就觉得 哎呀 大家一看怎么可以帮忙 另外就是 原来编剧没有保障 所以才成立了编剧会 所以这些说出来 都是有原因在 我们就快要20分钟 有关于李小龙的事情 还有没有要补充 要问 我想问到一个问题 其实你刚才说 你进去的时候 家和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李小龙死了很多年 然后才找你去接手做死亡戏 其实李小龙当时 拍了很多东西 有了田俊 有了解园 为什么要重新做过一个新的故事呢 就是完全不同的 故事变成了 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没有参与和他们谈谈故事 他只会交给我 你要和我拍这些 我会和我拍这些 这个迷团 真的解不开 可能是未必用得上 不能用这个故事 就没得用了 是吧 因为大家都要看李小龙 看李小龙的替身 加上一些李小龙的镜头 都比你去拍摄田俊和解园 谁看 因为很多片 因为这样用不了 最后那个故事 因为他改了故事 李小龙的片段 都最后用不了 就是这样 我认为死亡游戏 能有得用李小龙的片段 都一定用了 如果我是家和的话 是吧 正常也是这样想 这个也是迷来的 因为导演三毛 就和李小龙 叫做曾经重叠过 一段人生的轨迹 在他的口中 这些丹黑粉丝 给他感触一下他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 我们还没走得住 导演一定抓住你 没有那么轻易放过你 就进入最辉煌的宝和时代了 因为由文初转型去时装 那我们就休息一休息 下一集不要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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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